資料庫部分的話 當然第一個 你就要去構思什麼 構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一樣可以顯示出來 可是問題 現在顯示的只有在畫面上 當然 所以如果未來 我能夠希望怎麼樣 可以 把它先丟到資料庫裡面 再把它抓出來 丟進去 抓出來 這個是直接抓到畫面上而已 它只是暫時的 昙花一現 沒有就沒有了 OK 那你要把它變永恆 你就要把它儲存起來 不然的話 就不見了 你不能說看到沒有 你來這邊看一下 不行吧 你一定要放在database 以後你要再丟給人家 你就可以有一個 後續可以應用的空間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做 以前我們就用一些方法 比如說那個之前那個 北市的零售社 其實就是 幾招啦 其實我的習慣就是 如果前面做過的 你可以把前面的東西拿來用 那你就用一個範本 改一改 可以改吧 複製貼嘛 所以第一步的話 你可以怎麼 假設我 Uby的db好了 我就把它再做一個 另外一個module 不然 沒有保留 下一次你改完就不見了 所以第一個版本 是直接抓 第二個版本是怎麼樣 把前面講過的東西 再加 其實我是把它複製貼 第一個 第2個建一個data base 第3個一樣是如果存在就把它做不掉 重新再去抓 因為 那個data會更新 如果你一直 都是舊的 除非說你要有 歷史資料 你比如說你要 再弄一個新的 table 然後 保留舊的 你可能就不用 你就是換個名稱 再把名稱也有上面加一個什麼 他的 建立的時間 跟日期等等 那我這邊是直接把它 Drop掉 那如果 沒有就把它產生一個新的 然後呢 藍位名稱 因為我比較偷懶 我講過因為 最簡單的方法 就像Excel Excel為什麼大家喜歡用 因為它實在太偷懶了 名稱 藍位名稱都叫 ABCDE 對啊 可不可以 如果你實在 不想浪費時間 想那個藍位 而且有時候 他們給的藍位名稱 又是他們想出來的 不是你想的 所以你就 永遠會忘記 那到底是什麼藍 乾脆你用ABCDE 這個一定不會忘記吧 所以這也是我想出一個 懶人的招 以後藍位名稱 對再改就可以了 OK 這個只是說因為 比較可以 大家比較符合 Excel的懶人的方法 然後呢 藍位的形態呢 我也全部都把它用TEST 因為它裡面其實也都是TEST 雖然你說 老實在這裡面應該是數字啊 不過不管啦 反正加上你再轉型就好了 你可以 先全部用TEST 抓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轉型來用 OK啦 然後呢 所以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反正就是ABCDE 裡面用TEST TEST 這個想法 有點像 你把它當Excel來看 把SQLite當Excel 其實Excel本身就類似上資料庫嘛 我們只是模擬它啦 這樣最簡單 我就不用再多說了 應該以後 而且這樣的寫法 基本上比較不會錯 OK 不然的話你又把它換個名稱 然後又換一個 形態 然後你又篩的時候篩錯了 那就頭暈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種方法是 比較可以保證 寫程式沒有 比較不容易出錯 OK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已經建好了 ABCD ABCD 四個欄位 那我要把這個 四個欄位的資料 分別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的話呢 就是 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Values 用Excel many 最簡單 四個問號 串起來就可以 不過呢 要怎麼串在一起 那這邊就有個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這邊用幾個方法 因為我們前面的 List 本來我取List 2啦 不過呢 我發現 我們如果要把資料呢 先串成List 2再放在List3的話 可能會有個問題 因為前面呢 它是分別有 1 2 就是我 第2欄 第3欄 第4欄 跟第6欄 那它分別放在不同的位置 可是我希望 先把它串成 因為 我將來要 Excel many 一定要是 一個串列裡面 還會有 很多個串列 所以基本上 你要符合什麼 符合它的需要的話 一個串列 裡面會有 很多個串列 豆點 很多個串列 所以這個串列裡面的 這個 我是把它叫List2 外面這個是List3 那所以呢 我用List1 去串成List2 在最後串成List3 所以這是 123 它的基本上的過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串 基本上 如果你要串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 用Append 對不對 如果你要串 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我就 把那個 Ditional Value 本來是我前面寫的 好像是叫List2 我把它改一下 叫1好了 那1過來的東西 這個是全部的東西 全部東西 我先把它 這個先 把它註解掉 我們先這樣 先秀給大家看 這樣可能大家 會比較了解 那我原來的東西 假設List 我把它這個地方 把它print了出來 假設我今天呢 要從List1裡面 去串接的話 那我勢必要怎麼樣 它本來List1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 整個 就是List1裡面 全部東西都塞到資料庫 那你就不需要 做List2了 直接塞就可以了 而且它本身 有沒有 就是一個很大的List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 不是要 這裡面所有的資料 所以變成怎麼樣 我勢必要把我要的那幾欄 抓出來 它可能裡面有10欄 那我就怎麼樣 抓我要的第2 第3 第4 第6欄 那所以抓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 在這裡下 我就再增加一個什麼呢 List2 記得啊 上面先加一個空的 才能append的它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空的 它會產生失敗 因為它找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沒辦法append它 OK 那我就把什麼 第1 1的話就第2欄 第3 第4 第6欄 分別把它append 穿完之後的話呢 那List2裡面呢就會有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List2 我這邊把它print出來好了 假設我串完之後 我把它print出來 你會發現喔 他 基本上 不過List1先關掉 這個就不要出現 我先把這個 先怎麼樣 先 print 串完 就是下載完之後 我抓我要的部分 然後把它print出去 不過print我忘了把它打開 OK吧 好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像這樣 但你會發現 怎麼跑不完呢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當你串完之後啊 記得還要做一件事情 printer之後的話呢 還要再把它清掉 不然的話它串嘛 串就是一直串一直串 所以它舊的也一直串串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等它串完一個之後 下一次要把它清空 再串新的喔 不然它一直串下去 就沒完沒了 所以喔 記得喔 你會發現後面的東西 一直串 串一整串的 它就是原來的東西一直串下 所以喔 記得要把它清空喔 把它清空之後 再重新串 得到了結果的話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串完一個 清空了 再串新的 再清空 再串第2 再第3個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我們就產生我們要 所以 如果你要全部 就List1 但是我只要 4個欄位的話 那變成我要再多一個List2 這個可能要注意 所以你會發現啦 我一直強調喔 那個 List 這個 使用方法 如果你不熟練的話 以後跟資料庫 真的就沒辦法接了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因為你要把它塞到資料庫 資料庫有資料庫的格式 你要符合它的格式才能放進去 好啊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 那個什麼呢 就是 List2出現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append到List3 因為 我們將來 execute menu 一定是必須要怎麼樣 一定要符合它串的規則 所以把這個註解拿掉好了 那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在execute之前 還是一樣 先把最後的東西 把它 print了出來看一下 確定是你要的東西 你再往下走 所以很多同學啊 為什麼 他那個 程式 寫 一直都有錯誤 找不到問題 因為你沒有階段性的做 反正 你這個過程做了 正確的 你才能往下走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 一個中瓜糊 裡面會有一個List 一個List 為什麼這邊 所以這邊有個問題 這邊 剛剛這個漏掉 這個 這個 清空 這個很容易 忘記喔 如果沒有 沒有 把它清空喔 它就會 一直串串 沒完沒了串 所以會串很多 關鍵這個一定要加 把它執行一下 確定說 都符合 他要的東西 你再去把它執行過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清空 看一下清空的位置 就是喔 智慧是在 他 Pen的進去之後 然後就是在把它清空 然後回來 OK 最後把它Print出來 理論上這樣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OK了 所以你要確定一下 你不要 一直勇往直前 或者直接全部程式跑完 再來除錯 來不及了 要除錯我是建議來 尤其像這種 塞到資料庫的 你一定要先確認 這個階段OK 你才能往下一個階段 再下一個階段 一個地方都不能錯 出一個錯誤後面就錯了 你看起來沒什麼 但背後其實都 很 多的細節喔 OK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這個OK過關了 對不對 再來就是 Excute Many 有沒有這個前面講過了 所以把它怎麼樣呢 Excute Many 然後呢 Insert Into 到這個 Uby 我用U 然後Values 四個欄位 再把那個List3 放進去 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不過要到這個階段喔 其實上面一定要多做對 不然的話你塞進去就錯誤 OK 好 Commit進去 再來怎麼樣呢 我把它再slate出來 那slate出來的話呢 我就是 再把這邊 底下 前面寫過啦 那只是說我多了一個東西 Orderby 因為我最後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排序喔 因為我要找的一定是 那個位置喔 裡面是最 就是那個 呃 Uby那個站點 一定是Uby車最多的 我去那邊找是最 所以你就幫我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Uby的車輛多到少 幫我排序的話 這個資料會比較價 所以我後面加一個 Sellate的所有 Front什麼 那個 Uby這個 Table Orderby 幫我用什麼呢 遞檢排序 如果你遞檢排序 這個不熟的話啦 我建議就是在那個 Seql 語法教學裡面 有沒有這邊就有什麼呢 Orderby 對不對 你Orderby裡面的話 那這邊就有講到 會有後面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欄位 然後你用遞增或遞檢 所以呢如果由小到大的話 那就是用這 ASC 如果由大到小的話呢 就 DESC OK大概這樣語法 那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基本上 跑出來 看一下 是不是 我們要的結果呢 Orderby 你看數量 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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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8個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話 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他會先告訴我哪一些 站點是比較多的 那就是供我 去 至少我可以判斷一下 其他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再按照什麼 按照其他 名稱排序啦 尤其你有個規格 這邊多一個這個東西 請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的話 比較重要的部分 大概就是 這個上面都講過 比較可能的問題是這個 List 1 是先把資料抓過來 List 2是我留下我要的部分 記得就是一定要 Append 到3之後 記得要清空 如果沒有清空的話呢 可能會造成 很大的錯誤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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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